2017年12月3日晚上 香港上空有兩個天文項目可以觀察拍攝 首先是全年最大的換月超級月亮 第二是國際太空站寧月 有沒有留意近幾年經常聽到超級月亮這個名詞? 2015年就說錯過了要等18年 2016年就說86年以來最大 年年都聽到有超級月亮 究竟什麼是超級月亮嗎? 由於月球圍繞地球公轉的軌道是橢圓形 公轉其中一點會比較接近地球 稱為近地點 月球在近地點看起來會比平日大 房間就配上超級月亮這個名字 如果比較我拍攝2017年最大 以及差兩日全年最小的月亮 大小相差14% 光度就相差30% 直接比較差異好像很大 但是月球高高掛在天上面 14%的差異其實不算是大分別 看完超級月亮 距離地面約400公里的國際太空站 在同一晚飛越香港上空 整個過程只有0.5秒 當晚凌晨12點31分 香港新界部分地區可以觀察到太空站在月球前略過 哦 思議真實速度播放 大家就錄足眼力了 然後是4倍速的慢動作 最後是10倍速的慢動作 如果你想拍攝國際太空站0月或0日 你可以去transitfinder.com這個網址 去搜尋國際太空站的行動資料 先試試看